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李清赵的夏日绝剧 夏日绝剧是一首武言诗 创作于金兵侵入中原之后 当时金兵抓走了北宋的两位皇帝宋徽宗和宋清宗 继承皇权的宋高宗赵构却懦弱胆小 一开始就不想跟金兵抵抗 只是带着官员们匆匆往南逃 任由广大北方地区沦陷在金兵的铁蹄之下 在这种朝廷败逃的情形下 李清赵也追随丈夫去了南方 这一天李清赵把路经过了乌江 站在滔滔的乌江边看着亘古不变的江水 李清赵想起了历史中带乌江自我的项羽 项羽是秦朝末期的霸气乌江 自立为西楚霸王与流氓争夺天下 可是在该下之战中惨败 几乎全军覆没 只有他自己跑到了乌江边 乌江庭长对他说 你赶快过河回江东吧 江东有很多好男儿 你可以整顿兵力从头再来啊 可是项羽忽然悲从中来 回答道 从前那么多江东几义 跟着我向西渡江打天下 如今却只有我一个人能活着回来 我实在是没有脸面去见 江东的父老乡亲啊 于是挥刀自闻死掉了 追思着项羽 李清照不禁感慨道 胜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活着要做人中的豪杰 死掉了也要做鬼里面的英雄啊 在李清照心中 项羽这样扭气破改担当的人 才算是大英雄 对比项羽 再看看那胆小怕事的南宋皇帝 李清照更是气愤无奈 项羽的形象一加高大起来 于是他叹道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我到今天还怀念着项羽 因为他不肯退回江东 苟且偷生啊 在这里 李清照借着历史 讽刺了南宋朝廷的懦弱 展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怀 也体现出凛然的正气 一个弱女子能有这等气魄 很令人意想不到吧 其实李清照确实有非常阳光的一面 这种刚正慷慨 常常体现在他的诗中 而非词里 所以李清照的诗与词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李清照的词或轻柔缠绵 或哀伤斐策 如一种相思 两处闲筹 又如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可是他的诗 却全无女子七夕 一台正气凛然 比如这句声当做人节 死意为鬼雄 如此康慨豪情 在男子身上出现 便已经难得 而出现在女子身上 更是尤为可贵 怎么样 李清照也算是一位 女中豪杰吧 夏日绝剧 声当做人节 死意为鬼雄 至今 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